以色列和真主黨的戰爭已經讓中國在中東的新安全架構噴隱瓦解 如果2023年中國在中東開拓國際關係有重大突破 透過區域強權的合縱連環 很可能在2024年之後全面崩潰難以運作 2022年的9月 中國外長王毅發表中國的中東新安全架構 特別強調中東國家主導原則和遵守聯合國的安全機制 在多個安全領域上加強區域安全對話 並主張在兩國方案的基礎上解決巴勒斯坦問題 對啟出的這套話語 其實最終目的是凸顯中國在中東區域安全的重要性 作為美國之外的另一個選擇 作為中東來自外部的傳統勢力歐盟和俄羅斯 他們身陷烏克蘭戰爭 無以他故之際 2023年3月 中國竟然驚奇地成功初合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副外長會面 恢復雙方外交關係 並護派大使將美國排除在外 一時之間 中國成為中東國際秩序的調解者 2023年8月 黃毅宣稱和解浪潮正在席捲中東 卡達結束孤立狀態 土耳其、阿拉伯國家、埃及都達成和解 敘利亞都重新加入了阿拉伯聯盟 北京在中東的主要利益是能源安全和經貿投資 投資一帶一路倡議各種基礎建設的終極目的 就是將中東各國的經濟發展策略 與中國進行連結和重疊 與其說中國在中東打造新安全架構 不如說中國以聯合國安理會上任理事國的身份 將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拉攏在一起 將中東穆斯林聚合和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對峙 這樣中國就順理成章綁住什葉派和順利派 在波斯灣地區擴張經濟利益 至於軍事上 中國除了在吉布地建立軍事基地 其餘都還在摸索階段 還尋求在阿曼、巴林、沙特阿拉伯、伊朗和熱門等國 建立軍事據點的機會 同時中國在中東的武器出口都逐步增加 現在甚至不低於俄羅斯 並與沙特阿拉伯、伊朗進行軍事演習 與多國商討雙邊反恐培訓 中國涉入中東網絡安全的合作都逐漸增加 長期下去當然增加在區域的影響力 從中國的角度看中東國際格局 簡化來說就是拉攏一個陣營 分化另一個陣營 拉攏的是伊朗主導的什葉派陣營 其中還涵括敘利亞政府、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十葉派人民動員民兵團體 熱門胡塞武裝 以及其他十葉派民兵組織組成抵抗軸心 作為反西方、反北約和反以色列 反沙特阿拉伯的軍事聯盟 分裂的是親美陣營 其中劍陷以色列以及與美國友好的阿拉伯國家 主要以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為首的海灣合作委員會六國 再加上埃及及伊拉克政府 中國將兩個陣營為首的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拉在一起 當然比以色列很大的警惕 等於假以時日有可能重新聯合中東區域的所有國家 共同針對以色列 中國在新中東安全架構提出的願景 就是透過經貿和一帶一路倡議基建項目 串連這些穆斯林國家推動區域發展 進而增進長期的安全依賴和對話互信 進而促進和平 中國意圖重新定義中東國際關係 向這些國家輸出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模式 當然也期待助收這些區域市場發展的利益 但是2023年底哈馬斯突然恐襲以色列 導致後來的加沙走廊戰爭 不僅使得美國特朗普總統在2020年提出的 阿伯拉罕協議受挫 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關係也無法正常化 這個變局當然使得中國經營的中東大計 在盟牙旗就貧臨瓦解 以色列目前全力衝擊伊朗為首的 十業派抵抗軸心 打擊真主黨之餘 似乎都要直接與伊朗發動戰爭 面對中東國際秩序重組之際 各國之間的分歧當然無從化解 中國外長王毅2024年9月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時 會見黎巴嫩外長 強調中國站在阿拉伯兄弟的一面 其實早在2023年10月 王毅就批評以色列在加沙的做法已經超過智慧範圍 但並沒有扎爛哈馬斯的恐襲行為或反人類罪行 事實上中國已經做出了選擇 中國玩弄聯合國安全架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並沒有譴責黎巴嫩真主黨違反聯合國安理會第1701號決議 該決議是聯合國安理會在2006年8月 一致通過呼籲黎巴嫩真主黨和伊色列停戰 並送入維和部隊 相反地中國在2024年10月2日的聯合國安理會中 譴責以色列越境進入黎巴嫩是侵犯主權和領土完整 哈馬斯發動攻擊以色列後 美國往波斯灣就佈署了兩個航空母艦打擊群 嘗試阻止伊朗和真主黨將戰爭升級 同時都協助以色列進行防衛 2023年12月 美國主導和多國組成 凡榮衛士的海軍特險部隊 防止也門的胡塞武裝對以色列在紅海的封鎖 維護國際海上自由航行 但中國到目前沒有對伊朗私家公開壓力 也不向紅海派出海上特險部隊 對也門胡塞武裝的恐怖主義行徑施約無睹 中國一直將中東和北非的穆斯林地區視為緩衝籌碼 當中美關係在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 和2001年南海撞擊事件後陷入低點的時候 北京之後隨即在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和911之後的反恐戰爭中 超超與美國合作 換句話說中國的中東新安全架構充滿機會主義 中國面對目前的中東加劇的戰火 除了口頭譴責 實際行動卻負之缺餘 以色列在2024年9月下旬 開始對真主黨以全夫機擾控炸彈進行攻擊 全面圍剿黎巴嫩南部的真主黨領袖 目前似乎已經下定決心 與伊朗為首的抵抗軸心成員進行全面戰爭 中國自認為是負責任的大國 並從2023年開始扮演中東主要和平滑船者的角色 但面對當前中東戰火灼熱升高 卻仍然停留在外交辭令上 並沒有真正介入中東國際情勢的行動 實際上中國現在陷入兩難 最後很可能只是選擇在口頭上討好中東穆斯林國家 放棄實質介入 中國提出的新中東安全架構 就是想要取代美國在中東的地位 關鍵就再去除阿拉伯國家的親美勢力 切法勸和什葉派和信尼派 於是中國不能像支持俄羅斯一樣 全力援助伊朗領導的什葉派抵抗軸心 以免引起信尼派阿拉伯國家的戒心 反向來看 中國也不能付諸行動 協助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等國 去對付也門湖塞武裝 因為這樣等於間接協助美國維持在中東的主導地位 也讓伊朗的抵抗軸心機恨在心 將來中國投資在中東的資產都可能成為攻擊的對象 波士灣向外運送遊戲的戰略要點都有美軍駐防 鞏固美國在這個區域的地位等於傷害中國的利益 試想如果中國封鎖台灣 中東向中國運送資源物資的船坡 可能都會遭到瀏覽或扣押 中東當前變局的另一個長遠影響 就是全世界的年輕一代穆斯林 因為戰爭開始激進化 加沙戰爭 以色列和伊朗的抵抗軸心的持續戰火蔓延 最大的後遺症可能是蓄使伊斯蘭主義和恐怖主義再起 這些生活在全球的年輕穆斯林 尼山二代或三代 未來如果重啟恐襲 很可能困擾歐美西方國家 也會讓中國不得按鈴 激發的程度和三個關鍵因素直接相關 那就是 以色列和抵抗軸心的戰爭持續時間 以色列在加沙和泥巴嫩 甚至對伊朗的攻擊規模和造成的損傷 以及歐美西方國家對以色列的支持程度 都會影響並激發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社區的憤怒 而這種憤怒 很容易被伊斯蘭極端主義暴力分子所利用 讓恐怖主義威脅的死灰復燃 北京現在只能夠袖手旁觀 充滿戰略被動或戰略玩弄 中國一方面想從激化穆斯林反美的情緒中獲利 但是另一方面都很擔心自己在中東政策 重新燃起中亞和新疆伊斯蘭群體的不緩 中東穆斯林世界 不是不知道過去20年 中國以恐怖主義之名 對境內的穆斯林進行殘酷鎮壓 如果中國現在中東選邊或稍有閃失 很可能在自家後院重現怒火 中國的中東新安全架構已經無法運作 中國現在的中東戰略 其實是讓美國自己去救火 在時機火中取栗佔便宜 中國對中東的安全承諾已經消失 只能泛泛地表態站在阿拉伯兄弟的一邊 過去30年 中國一直高調宣示 打擊激進伊斯蘭主義和恐怖主義 或者說三股勢力 這樣的外交辭令非常適合用來評價中東當前的局勢 但是現在都消失得完全無影無蹤 以上是事件宇的評論 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 我是胡瑞南 我到 remotely聽爬的評論 跟老比原撼講 market 你們 記得 讓我一點 可以 Aaron 小 trailer zes 有 houette environ 我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